那你們應該可以好好介紹一下曼曼吧 曼曼 就是曼曼來介紹 我告訴你 如果要介紹曼曼的話呢 他是從這個美少女那時候出來的 他可以說是跟坤林 坤林知道吧 同界 那坤林當然是嫁給周杰倫 那他呢 可能就會嫁給不曉手 也是天王級的 對不對 但是還沒講之前 好好的在演藝圈發展 我們是瞭解他像 瞭解他的戰力 沒有想瞭解他的私生活 那你為什麼要介紹私生活呢 私生活 我們這邊有陳志強可以聊 要聊嗎 因為剛剛我有問你們 你們不講 我就想說我很想瞭解一下 不會啦 詢姐都認證 詢姐點頭了 所以我記得餐會上 你也坐在旁邊嘛 對啊 你跟他 我們是錄完影 我們是錄完影一起吃宵夜啊 那為什麼你們吃宵夜 阿強會再吃 不是我care的點是你們同性 其實他也有帶我回家 對他在這兩個 到底你們兩個不是不能在一起嗎 唉唷 沒有他們沒有同事 他們沒有同事 你們有看新聞嗎 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我啦 不是我啦 是曾智希啦 他只是坐後座的 坐前座那個是 你怎麼知道我坐後座 他跟曾智希 欸協志哥 因為我不八卦的 所以我不太看新聞 這不是新聞啊 我很少看新聞 新聞一篇點擊率15萬 你看多驚人 真的 所以他跟曾智希喔 陳志強這輩子最高的點閱率 就在這時候 我想說你很快耶 他自己還有更高的 還有更高的 是是是 那下一次就幫他們一起來 看有什麼化學變化 就知道了 他們可能會一起作弊 一起偷吃東西 幾樣子啊 精采啦 精采啦 好啦好啦 謝謝大家